六九宏仁大师 二十四岁告别的母亲 有给母亲安家会 然后要到湖北皇农 东禅寺要拜五九宏仁大师 这个过程说好像有到朝西夜当 那广东北部那个韶州 附近那个朝西宝林寺那边好像可能有 待了两年还是多久 然后在王辈到湖北东禅寺 在五九宏仁大师 东禅寺那边说八个月 然后得了祖师的衣钵 然后又被追杀 又被逃到列人队 在广州附近列人队 那列人队是在哪里忘记 怀疾还是哪里忘记 列人队 隐盾十四年后来才 在广州法姓氏出来 并公祖师 不是不是叫什么祖师忘记了 什么祖师啊 广州法姓氏 在讲到风欢公案 忘记了什么祖师 还拜他呢 然后开始红火 红火三十七年了 嗯 这样 12 16 16 16 1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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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以网络再收信 有的模糊 有的印象模糊 可以在网络收信 吗 18 19 1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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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